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 領隊導遊的考試 為什麼現在要特別跟各位同學介紹呢 因為各位同學有沒有發現 最近出門遊玩的時候 很多飯店都訂不到 所以換句話說是 這一個行業已經開始慢慢的產生了熱潮 當然還是要回歸為感謝我們的政府 最近推出了什麼 那個冬季的旅遊補助專案 有沒有 我現在平日的訂房 我就有一千塊的房價的折抵 所以你可以發現現在領隊導遊的旺季 又開始了回歸回以往的溫度 當然重要的是我們要先考取這樣的一個證照 才有能夠去業界帶團以及賺錢的這個機會 很多人都很羨慕啊 領隊導遊為什麼要考 因為很簡單 這個證照是唯一你不用花錢 還可以工作邊工作邊賺錢的一張證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證照到底怎麼考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領隊跟導遊到底差在哪裡 我相信很多同學其實都已經知道 當然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領隊跟所謂的導遊的這兩大考試 這兩張證照可不可以一起考呢 可以的 我們先來講一下報名的時間點 在12月3號到12月12號考試報名 這個報名的區間各位同學要特別清楚 那在109年的3月7號跟8號考試 這個是報名的時間 這個是考試值的時間 因為我們都特別強調要有報名才有考試的機會 那兩張證照可不可以一起考 可以的 第一天考領隊 第二天考討遊 考試的狀況是分開來做報名 所以各位同學要特別留意喔 你不是說我報了名之後 就直接可以考兩張喔 兩張證照是可以同時做報名的 好 那這兩張證照有什麼報考資格 那同學想說 老師要不要相關科系 我要不要帶團的經驗 還是我要先去考領團人員 都不用 很簡單 你只要符合高中職以上畢業 就能夠做報考 就這麼簡單 所以報名的時間不要錯過了 就能夠去參加考試 當然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從現在開始要怎麼樣去準備這個考試 你可以發現其實領隊導遊的考試 在你跟你想像中的可能不太一樣 而且相當的 比你想像中的應該要來得容易 我們來看喔 領隊跟導遊他們各考 各考的考試 考食物1 食物1 食物2 跟光光資源概要 好 我們等一下會來解釋 我們先把它寫下來 光光資源概要 好 來 食物1 2 跟光光資源概要 簡單來講就是領隊考 領隊食物1 食物2跟光光資源概要 導遊考 導遊食物1 食物2跟光光資源概要 那到底怎麼考 食物1 2的部分 大部分 很多同學都可以拿分的 因為叫做有備有分 他考的是相關的法規題 以及帶團的食物經驗 以及我們的嘗試的部分 你說老師我沒有帶過團 我哪來的食物經驗很簡單 裡面什麼東西會寫 課本裡面都有寫啊 所以換句話說是叫做有念就會有分 好不好 那光光資源概要 這是同學比較頭痛的科目 所以要特別的去做掌握 光光資源概要 考的叫做地理跟什麼 地理跟所謂的歷史 OK 你有沒有發現 離課本已經有一段的時間了 所以要回歸回以往的課本 去把它熟讀回來 那地理跟歷史到底有什麼差異 很簡單 領隊的部分考的是中外 國外的地理跟歷史 導遊考的是台灣的地理跟歷史 所以很多同學會覺得說 好像導遊比較容易一點 其實也不是說導遊比較容易 是因為你比較熟悉一點 好不好 那這個考試有一個優勢 目前 目前 聽好目前 食物一跟食物二跟光光資源概要 都還是以選擇題考試 全部都以選擇題考試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選擇題考試 選擇題考試意思叫做 四選一單選不到扣 一定會有標準答案 我再講一次喔 四選一單選不到扣 一定有標準答案 所以換句話說是 你不用把東西背得很熟 你只要念過 對裡面有概定的印象 你就有辦法作答 而且每一顆都是考60題 60題的選擇題 所以總共加起來 各顆考180題的選擇題 我們只要平均分數拿到 60分 60分 平均喔 我再講一次喔 平均分數拿60分以上 我就可以考取了這張證照 就這麼容易 換句話說是 你一定要在報名的時間 去做報名 然後 然後在這個階段 怎麼樣去做一個考試的 投入跟準備 法規的部分 常識的部分 實務的部分 以及 當然還有考到什麼緊急救護等等 都需要去熟記它 再來把以前所念過的地理跟歷史 把它回歸回以往的記憶 轉換成考場上面的分數 那這邊要跟各位考生特別做提醒 考上了之後 在3月7號跟8號 考完之後放榜之後 預計大概在5月份放榜 放榜完之後你必須 如果假設考上了這張證照 你到相關的協會去做受訓 那個領隊受56節課的受訓 導遊受98節課 每一節課是50分鐘 受完訓之後 你就可以帶著證照 去做一個考取 去做一個帶團的動作 OK 好 那領隊跟導遊 到底怎麼去做準備 很簡單 來 我們來跟各位考生講一下 到底怎麼樣去做一個準備 大概就兩種模式 一個就是用書籍的部分去做 做準備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常態性所講的 透過補習班 專業的輔導課程的部分 來去做準備 這邊跟考生做一個 簡單的提醒跟分類 書籍的部分 就是我花比較少的錢 但相對會花比較多的什麼 時間嘛 就是我花一些些 花自己要做整理跟歸納 你會發現領隊導遊 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範圍相對的怎樣 很廣 那補習就是我花一些些錢 對不對 節省我念出的什麼 時間 很簡單 概念給你 書籍就是你要看得懂 對不對 看不看得懂是一個問題 遇到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人問又是一個問題 遇到法規更新的時候 你怎麼辦也是一個問題 這個三個問題你有辦法做解決 你就用書籍做準備 如果沒辦法 老師建議你 透過我們三名符考的專業輔導課程 我們透過兩種方式 一個叫DVD OK 好這寫的不是很清楚 來DVD DVD 這個好像不太懂英文 這個電子白板不太懂英文 DVD跟雲端的部分 好雲端 你說老師明明對你自己的字很醜 OK好我也承認 好來 DVD跟雲端的部分 可以去做投入跟準備 什麼意思 我們把老師上課的內容 把老師交給你的重要會考的地方 錄製成DVD跟雲端 搭配上課的教材 讓你可以輕鬆的去做一個考試的準備 有沒有更接近你能夠考上的一個機會點 好最後跟各位同學報告 領對分導有目前這兩張錄取率 在107年大概有6成的錄取率 108年大概3成的錄取率 那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自己能不能夠拿到60分以上的一個分數 建議各位同學 從現在開始立即性的去做一個投入 12月的時間點去做一個考試的報名 就能夠去做一個硬考 選擇一個對的工具 歡迎各位同學到我們三民俯考 全省的櫃台做現場的諮詢 我們現場專業老師會交給各位完整的諮詢 以及考試的相關的服務 會贈送給你相關的考試資料 也歡迎各位同學到我們三民補習班 做現場的諮詢 張老師在這邊預祝各位同學金榜提名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